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神那个月过去了 上一次我来振祢到现在 我这两次讲道的题目只有一个字 就是道 道是对我们整个人生都是非常重要 虽然只有一个字 但是是包罗所有观目 道就是基督 道就是神 所以不要把道当作是道理而已 道理是尝试解析道 是一部分的道 而且道理是由人来解析 所以常常的道理会解析的 不清不楚或者是很具部很具现 所以我们作为道望尽信教会的 弟兄姐妹护者们 我们要怎样 心旺者道 道望 心旺者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道 那么我们才懂得心旺道 对吗 好 感谢主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 听了我上一回所讲的第一堂道 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 我所讲的对你们有帮助吗 有吗 有没有谁说一直会思想说 这个道 从王牧师所讲解的 我很乐意 我要更深的知道这个道 而且我经常要思想什么是道 道的情况是怎样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吗 来 棘手一下 如果有城市的棘手 有感的棘手 感谢主 那么知道没有举的怎么样 很少想 那听完这一堂 我希望你真正的会想 每一天想 每时点每刻想 半夜里起来也要想 明白吗 这是我以重心肠 要对你们的免疫 有的时候我会稍微严肃一点 因为很重要的道理 你不可以讲得轻飘飘 是吗 所以重要的道理 我就会比较严肃的讲 好 我们来看这个 上一回我已经讲了 第一讲是什么是道 道的本质 特性还有重要性 信徒应该怎样回应这个道 那上一次我 还有一点 但是我现在先用这个引言 这个图 第三个 有个瓜 接下来 好 你看 每天早上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幕情况 在我们的花园里面 如果你去 在你的草地上 都是什么 露水 你知道这个露水 这是水 这个水株 它严格上来讲 它是不会消失的 它要一出来 表面上的水没有了 花上面的露水没有了 但是它去到哪里 飘到天空去了 太阳一出来 争取一发 飘到天空去了 成为美丽的银材了 你们早上有没有欣赏 那个美丽的朝霞 早上的霞 黄昏的时候更漂亮了 对吗 黄昏的晚霞 有的时候 痒得满天变红 所以 弟兄姐妹要注意欣赏 这些良辰美景 不要辜负了神 对我们的爱跟心意 所以每一地的水 有一天 都会成为云 云了 之后又会降下来成为 大地上的水 河流的水 水又流到什么 大海里面去 所以这个水 它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在传道书语一句话 神所做的 无所增加 也无所减少 神所做的事情 他既然他本身是全能永恒的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无所增加 无所减少 水是一个例子 所以感谢主 那从这个水 我们就可以想到那个道 道常常用水 用风 用圣灵 用水 用圣灵 用 用粮食 生命的粮 这样来 来形容这个道 用智慧 当然 这个真言书 特别是第八章 讲的智慧 来形容这个道 因为道就是神 道就是基督 所以基督就是 这一切啊 基督的生命 对我们来讲就是活水 就是 七 就是零 对不对 零就是七 七就是零 所以弟兄姐妹 这些很基本的观念 我们的定义 不要掌握 不然的话 你看圣经 看来看去 看不懂 你的基督徒的灵命 也不会长进 为什么 基本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掌握到 ok 好 所以 再下来 神而你的每一位 也能够记住 道与神联合 生命 永美 不朽 感谢神啊 神是我们看不见的 道可以看得见吗 看不见对吗 也是看不见 ok 但是 道也有可见性 就是 就是 借助 这些外在的东西 把它表明出来 好像太阳 我们是不能够 直接看的 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 太阳到底是怎样 我们看久 我们眼睛就瞎了 所以我这个人戴眼镜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 太喜欢放风筝啊 放风筝一直放 放到我的眼睛 小学差不多三年级就要戴眼镜了 ok 啊 太阳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阳光看得见吗 温暖感觉得到吗 啊 道基督这样的功用 ok 神把他的道就表明神自己 让我们能够认识神 要记得看看这个时间 ok 好 那 这个道 道呢 表明神 让我们能够看到神 的作为 ok 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友人 还有神性 就如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人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会显明 叫人无可推诿 你看不见神 你不要推哦 你不要装傻哦 好 接下来一个 上一次我讲到道的重要性的时候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漏了讲一点很重要的 所以我先查大家对道的反应 也有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 能够 不知道道吗 我们可以推迟说 有一天当我们正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神要用什么 他的道来审判我们 刚才我们有没有读了这一节经文 十二章四十八节 叶汉归 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所以道是要审判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常常自以为是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什么东西我们认为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有这回事吗 不可以的 在神那边有一个标准的 因为人是神造作他的形象造的吗 而且他把他的道已经赐给我们了 旧约有摩西五经 有一切的新知书 诗篇 新约我们更丰富了 有新约 是福音跟书信 那今天啊 如果我们不注重道 没有研究道 有一天你站在台神的审判台前啊 怎么交代 你说神的我不知道咧 可以这样讲吗 神说你没有圣经吗 你即使没有这个圣经 Internet有吗 手机有吗 你为了你的好处 你就去手机里面找圣经来遍破 我 丈夫跟妻子最厉害 有的时候就 神不是告诉你吗 要爱我 丈夫就说 那除非你可爱 我才爱你 你看我们把神的话 清清楚楚的话 我们加了条件 神的话有没有做妻子的 你的丈夫如果是真心爱你 而且完全爱你 完全听你的话 所谓爱跟不爱你的时候 就是听我的话 就是爱我的 不听我的话 就是讨厌我 我拒绝我了 就是忽略我了 你看我们读神的话 是这样读的 有一天 站在审判台阶的时候 神说你这个做妻子的 你表现怎么样 有没有听我的话 有没有听我的道 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 所以你看 能够听得懂神的话很重要 而且神的话你不可以加 也不可以解 要照着神话里面真正的意思来了解 如果神没有加条件 你不要自己加上去 除非你怎么样 除非你怎么样 我才能够爱你 丈夫说 除非你顺服我 我才能够爱你 不可以这样加加减减 好我们要注意 留心听 那你说 张牧师都没有这样告诉我 在神的审判台前 你拿张牧师出来做挡箭牌可以吗 绝对不行吗 神要向你拷问吗 道是给你的 所以圣经常常有一句话 你们今日落听了他的话 就不可怎样 刚硬心 就不可以再不信了 每一个人有责任 要围住你怎样领受神的道 怎样看重神的道 怎样遵行神的道 向神负责任 你本身要向 当审判的时候 张牧师不会 不会站在你旁边来支持你的 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神也不要 ok 所以好好的自己读话 自己了解 自己去看到你神跟我讲什么话 那我要勉励大家 我们现在手上有的圣经 你不要把它当做是 好像 还不如山伯远地 还不如水谷状 每一节圣经 你是要用多少 钟头来翻译吗 本圣经 每一节 至少十三个钟头 翻译圣经 我们的先写是这样翻译的 而且这本圣经是经过多少摧残 之后神还是保留 今天我们还能够拿在手上 中国很多老百姓现在的道路里面 不能够拿圣经了 是不是 别人来的时候 都不能够拿到圣经了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注重神的道 因为神的道有一定要审判你 那审判是好事还是坏事 审判也是不应 对他是遵行神的话的人 从道里面领受神的真理 把自己的生命提升到好像属神这样的生命的人 审判是好事 审判是要奖赏你 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 多的是 神不但要世界上有奖赏 在天上 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十九篇第十一节 你要牢牢的记住这些圣经 遵守 因此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 便有大赏 懂吗 要有大赏 赏赐有多大 我告诉你神的赏赐 就是眼超过世界上 你所能够想象的 因为那个是永恒的不朽的 那个是极大的荣耀 所以一个对道了解一点点 一点点默默默默 不会遵守的人 跟一个对道很清楚很认识 身体力行一生遵守神的道的人 我告诉你啊 你去到永恒的时候 你就懂得有差别 那个时候你懂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今生定永恒 所以要很小心 要好好的负责任 向自己负责任 更何况我们要传道 我们要见证什么 如果你对道都不了解 你怎样传 对不对 很多人把传道把那个 那些圣经啊 物要传道那些 刚才我们有读过 当作是传福音 所谓的福音是什么福音 就是基督定十字架的福音而已 不对的 不对的 福音整本圣经的真理就是福音 所以神要做父母的 无论起来躺下坐下 都要教导你的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跟 律法跟躺下坐下 要起来行路 教导孩子有什么关系 因为神的道是深入到 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 OK 是深入的 是细 细致的 不当深入是广 是细 精 所以你要 好好的学习 好这个是我 我补充上一次所讲的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 如果你对道 你还不警醒啊 还以为说可有可无啊 你是当他的错 要好好学习道 好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 在接下来 看到了一个 没有 我还要有一个提醒啊 就是刚才我有讲过的 道绝对不是道理 道是不是道理 也是道理 但是是局部 道理是局部的 有限的人 借着了解 对道的了解 所尝试出来 所讲出来的道 所以真正我们要把 道理里面的道 想清楚 讲清楚 把人可以带到 永恒的神那边的 那个才叫做道 属灵的 道是一切道理的精髓 ok 既然是一切道理的精髓 也就是一切学问知识的精髓 的精要 一切的学问里面的道 的道是能够通的 因为道只有一位 对不对 基督就是道 永恒就是道 他就把他的一切丰满 一些智慧 一切能力 一切知识 都放在各样的受造之物 各样的学问里面 所以 道在希腊文是logos logy zoology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 zoology 就是动物学 ok 还有那个演艺学 不知道我叫什么 整整的logy 都是道学 ok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博士 学位叫什么 doctor of philosophy ok dotsophy的后面也是有 一个道逻辑的 ok 但是philosophy 你会高过 deology吗 deology 不会 philosophy 而已 ok 所以你看看 神学是最难了解的 但是你不可以因为 神学是 是比普通的道理更好 所以普通的道理都不用学了 普通的道理是帮助我们了解更深的道理 所以弟兄姐妹 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要好好用功 把很多生命里面这些生活的知识都学好 我最近在听一个 youtube的一个节目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 叫做属灵伟人的传奇 有一个叫爱德华之 两天间刚刚听 这次是我听的第二遍 爱德华之 他在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 他就可以 可以 有很高的学问 所以这个人他就像很很好的老师学习 也是神一辈的 那 他就先学几何学啊 什么物理学啊 所以他其实他是第一个 发现颜值的 颜值的结构 的一个 可以说是科学家 后来当然他转进读神学 以后做牧师 Edward 像是 这个人很特别 他是把一切的学问好好学 好好学 所以他拿到文学的学识线 所以他的英文也 文学也是第一流的 他是美国的清教徒之一 在新伊克兰的大复兴就是 建基于这个艾德华兹 ok 所以你看啊 世界的学问不是 不好 不是没有用呢 有的人就引用这个 新伊克兰说 世俗的小学 就以为是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是说那个只是小学 你要从小学开始吗 才能够进入大学吗 你要从生活的道开始 才能够进入友谈的道 才能够了解 可以透彻清楚吗 所以我们 这个是我在家里 提醒强调的 道不是道理 是一切道理的精要 的精税 我们要从道理去寻找到道理的道 所以主日学老师是不是教教圣经故事而已 对啊 不是的 挪牙照方舟你说 挪牙很好啊 听成的话 用了多一百二十年来照啊 在山上照 这个都是表面故事 ok 但是真正挪牙照方舟里面 所预表的 所预表的 基督是我们人类的救恩 还有 怎样挪牙 怎么样奉献自己 亲他所有的和他的一家 全家人一起忠心 在这一百二十年里面 很忠心忍受别人对他的侮辱 他完全奉献自己 他完全奉献自己 把不 根本是不可能 人可以用想象的 神的吩咐呢 他把他完完全全 接受 信心的接受 啊 这样你这样这样讲啊 你才能够把小朋友教成 对神有真实的信仰 以后他们一生懂得奉献 等等啊 所以是这样教的 不是只是讲圣经故事 打发时间 不要来朝大人做礼拜 那样就太肤浅了吧 ok 所以我们要 所有教会 所有的人都要好好学到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年纪长了 我们还有没有孙子啊 即使你自己没有孙子 你也可以教别人的孩子吗 教幸福的孩子吗 你学的道不是没有用的吗 一定是有用的 对你自己也好 对别人也好 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 离开你了 已经去到别的地方了 教会的孩子有机会就向他们谈道了 教导孩子 但是我们要彼此教导 懂吗 好 今天我 过来 哇 很长的时间 啊 常常觉得时间太少了 没关系啊 讲不完我就停了 你们如果要我的奖赞可以 我可以导给你们啊 通过张牧师 如果你们有 跟张牧师 讲 张牧师跟我讲 我发给他 好 我们接下来要看如何领受道呢 好 要领受道啊 第一就是你的心态很重要 OK 当你知道道是这么重要的时候 你就不要说妈妈呼呼了 你要以一个极端的极度的热忱 可慕追求重视的态度来寻道 所以神已经接着我们夫子告诉我们了 他是多么注重道 那么他所注重的孩子是人道而已 OK 我们现在有天道 我们不好好注重 那么 就 就很可惜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 要虚心 一个要求道的人要虚心 就如主耶稣讲八福的时候 也是从虚心开始的 属灵的事情 一定要虚心 不要骄傲 不要自以为是 要讨论 谈论 要求问 你不会你就问吗 不可以不懂装懂吗 所以像谁问 你不是像比你更笨的人问 是要像有智慧的人问 要有见识 有对道 有认识的人来问 OK 要懂得问 所以我们要问 要像自己发问 常常问自己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什么意思 对圣经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语 现在有很多传道人讲道 你知道吗 一篇道里面 泡二三十个词语 都是没话好解释的 要渴慕神 要爱神 要高举基督 荣耀基督 高举施加 这些都是口号 都是术语 到底怎样才叫做高举基督 怎样才叫做爱神 你要有一点解析 不要每一次讲道 都是一大堆的术语 出来模模糊糊的 OK 好 在方法上 好 刚才我讲到说 那个发问 要那个发问 求问 还有要谈论 向谁谈 夫妻就可以谈 对不对 跟牧者当然是可以谈 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谈 所以 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 彼此交通联络当中 不要整天谈 什么去哪里吃 哪里大尖叫 这些无聊话不要谈 要谈真正重要的 关乎生命的一些 历程的见证 关跟神的道 怎样配合 好 我们在方法上 方法上 方法上 ok 从两方面来思想 你要领受到 要从两个大方面来思想 第一个 第一个 要从道的观点来入门 万物既然是 神就是他的化造成的 所以神造那些万物的时候 就把他的道放在里面 道就像我们要说话 要教导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很会 我们教会的主题是 做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会向神祷告 到底真会还是不会 我还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听到神说话更重要 生活里面有没有听到神在向你说话 每一天在向你说话 当你走进花园的时候 今天我带了一个真花来 那个是假花 当你看到这朵花的时候 你要怎样领受花里面 告诉你的道 花里面有没有道 神造花用他的道来造花 现在花要向你讲神的道 你听到了没有 花像你讲什么道 生命之道对吗 这个花跟那个花有没有不同 还有 周全完美 每一朵花都是造的这么周全完美 还有 均匀 我只是插一只而已 如果整颗不是很均匀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你每一片叶子 你可以放到显微镜下面去看 活的 里面的细胞是活的 有畸性的 这个整个 跟树 跟树 他的花的根 跟土烂跟水什么是连接在一起的 当你看这朵花的时候 你要记得神多么爱你 造了多么多花给你 你要记得你要学习花的完美周全 你做事的时候可以慢慢呼呼吗 不要 要不要学精细 要不要学周全 有的人做这样就忘记十样 做一样就忘记十样 所以你的整个生活是乱七八糟 是不是好像特别是家家你的事啊 是做不完的对吗 但是你做一样你不要忘记还有十样 等着你今天做完呢 你不要一样就活了你 大半天那么你最多只能够做两三样 那我身家六七一样怎么办 一直拖啊 厕所臭了都都都不用自己吗 不可以吗 周全 花有没有叫你周全 多么完美多么周全 所以啊 一个真正有道的人啊 他做人做事是不会茂木的 精细精明 周全 OK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啊 猫啊狗啊 都会向你说话吗 都有道要告诉你吗 我叫你一条狗啊 我常常听 听到神就说他向我说话 多么忠心 多么有感情 你走到哪里他就跟 啊 每天早上就是在那边静静的等 人也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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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安安静静等候 我说我们如果等候神了能够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啊 猫 猫会跳吗 灵活吗 狗忠心吗 啊 狗 狗会忠诚吗 等等啊 有一样很大的动物啊 可以给我们学习 到 地面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大陆圈 啊 大陆圈 啊 大陆圈 啊 大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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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听不懂啊 好 很聪明啊 相最聪明了 相全身由 由谁来引导 老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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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经验 因为相啊 在好像非洲那些相要 长途八色去找水 而且要经过很多的那些 根本没有路标的嘛 啊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最有经验的老祖母 来引导整个相群 啊 才不贵走势 所以你看啊 这个大笨像 我们说他笨 他比人聪明 不懂有多少倍 ok 我们人啊 明知道道是这么重要 却爱一面子 我告诉你 很多很多人啊 被那点 那点所谓的佛师帽 释放到 害死 爱一面子 不问啊 不敢问啊 啊 所以不要爱一面子 也不要因为我是 我是传道 我是牧师 我就不 不虚心求教 每一个人 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 神的道在他里面 对吗 他这个人 谦卑温和 我要学 他 神就说他 他向我讲 谦卑温和的道 那一个人 技巧灵活 神就说他 向我 告诉我 我可以学他 技巧灵活的道 那一个人 安静 学 忍耐 安静的道 等等 ok 所以万物啊 当我讲说自然跟神的道要配合 这个自然就包括人啊 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历史呢 人的历史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对吗 自然的记录是吗 啊 所以你看神的道都包括整个宇宙万有 好吗 好 从道的观点 要把自然跟圣经很巧妙的结合起来 刚才我已经举例了 啊 那么圣经要引进自然 当你看花看草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那种真理的光照呢 你就不会想出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东西了 你就好像这些文学家 音乐家 啊 他可以歌颂自然 他可以歌颂太阳 啊 我们有一首诗歌 Now form is glory Ever living story 啊 以后到 O how I love him How I adore him My bread my sunshine My all in all 有没有 My bread my sunshine 当他看到太阳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太阳的伟大形容出来 所以呢 如果你有圣经的真理在配乐自然呢 你才能够明白什么 这道 而且这个道就实际 能够成为你的 你的生命的滋润 你的 你的那种推动力 好 好 我讲多一点点就好啊 所以当你每次看到一朵瓜一枝草一个植物的时候 你要在他面前 素完起劲 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 完全的画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学谦卑啊 基督徒可以骄傲吗 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大自然 你绝对骄傲不起来 你绝对骄傲不起来 不论你的才干有多大 你的学问有多大 你绝对骄傲不起来的 对不对 啊 感谢神啊 好 我来 跳一跳 我讲最后一点点就好 好 那从圣经要进入到自然 要怎样进入呢 那圣经就讲 特别是选民的故事了 神将爱护他的选民 以后怎样的引导他们等等 所以好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也是一句很能够配合我们生活的话 所以有的时候从自然配合圣经 有的时候从圣经配合自然 我们生活的需要生活的情况等等 两方面互相配合 那还有一个重点呢 刚才我说有两方面 其实可以多加多一方面 就是要用圣灵 造作圣灵对你的感动 所以一个要真正能够得到神的道的人呢 必定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 记得啊 完全要舍己奉献 你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完全归主 你不要想听到神的声音 神也不会像你说话 即使神说了你也听不懂 你也行不出来 完全奉献 让圣灵每一天清净你 充满你 以你同在 以你同行 启发你的思想 让你看透万事 这个只有圣灵能够做 所以第三点就是圣灵的感动跟启发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够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看看 感谢主 你把自然跟圣经使给我们 你也把你自己的道 你的话 以至 以至 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愿意跟我们分享 你自己的道 愿意进入我们的心中 使得我们这个人能够活起来 我们不再只是看到一些无聊的 成就的一些道理而已 我们乃是能够借着你的道 活在灵里面 活在生命里面 让你自己来供应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 做一个舍己 愿意跟随你的人 也做一个可目主你的道 让你的道来掌管我们的人生 来教育我们 来指导我们 指导我们的人生 能够更加圣洁 更加亡美的一个人 愿主你师父 给大方进行教会 牧者同工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能够 丰丰富富的来领受你的道 活在你的道中 以道合一 感谢主 通靠主耶稣基督生命 Amen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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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